五岁半的小棉包遭遇熊孩子铁头攻击 沈亿和沈小二先后被铁头弓撞得重伤倒地 还把小棉包的天价豪车撞得爆粉 嘿嘿 这辆车不错 看起来很硬 正好可以练习我的铁头弓 今天是两年半的最后一天 练完我就可以出道了 看我铁头弓第一式 钢铁冲撞 哈哈 本少爷的铁头弓又进步了 快要和老爸的金刚腿一样厉害了 我马上就可以继承他的位置 成为顶级杀手了 再来再来 铁头弓第二式 电光毒龙钻 我去 这是谁家熊孩子 这铁头弓也太离谱了吧 居然能够把车撞飞 这不是重点好吗 这可是一辆豪车 他把人家车撞成这样 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你这凶孩子干嘛 你居然把我的水果全都撞坏了 这些可都是我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 你家长呢 你快叫他们来赔钱 七 不就是一堆破水果吗 你少跟本大爷大呼小叫 不然本少爷就让你尝尝 我铁头弓的厉害 弄坏了我的水果 你还有理了 你这臭小鬼真是没大没小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 你一顿不可 七 救你一个小龙龙 还想拿下本大爷 看我铁头弓第三世 金刚头锤 嗨嗨 知道我铁头弓的厉害了吧 我长大了可是要成为顶级杀手的 就你一个小龙龙 就你一个小龙龙 居然还敢挑衅我的威严 我去 这个熊孩子太可怕了 一言不合就动手 赶紧叫救护车把这人抬去治疗 不然以这个熊孩子铁头弓的威力 这个人的亲戚很有可能就要吃习了 咦 我们的车呢 快看 我们的车在哪 怎么回事 我们的车是被被别的车撞了吗 怎么会烂成这样 现在没有人敢打扰本大爷练习铁头弓了 爸 这辆车可真结实 居然能承受住我两下无敌铁头弓 我还要撞 我还要撞 原来是你这熊孩子干的 你快住手 这是绵绵家的车 你要是撞坏了 可是要赔钱的 咦 居然还有不长眼的敢打扰本大爷 你们的车放在这里挡住本大爷的道了 所以本大爷就把它撞开了 有问题吗 绵绵家的车可是停在停车位上面的 怎么可能会挡到你的道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 你这死丫头真烦 本大爷想撞就撞 你快给本大爷滚开 不然本大爷就让你尝尝铁头弓的味道 哥哥 这个熊孩子好凶 绵绵有点怕 绵绵放心 哥哥保护你 你这熊孩子撞坏了我家的车 居然还要骂绵绵 你有没有一点教养 哼 我就撞 我就撞 我不光要撞车 我还要撞死你们 看招 无敌铁头第四式 蛮牛冲撞 你这熊孩子不许欺负绵绵 嘿嘿 活该 连本大爷的事也敢管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本大爷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趁现在快滚 不然待会儿想走都走不了了 哥哥 哥哥 你没事吧 你不要吓绵绵呢 我已经叫救护车了 这个熊孩子简直太可恶了 希望大哥没事 你的臭小鬼居然敢撞我哥哥 我看你这狮在找揍 神小二冲向熊孩子 不意外 他一个熊孩子一头撞飞 难胸难地 双双吐血昏迷 二哥 你怎么这么傻 这熊孩子铁头弓那么厉害 你为什么要和他打架 你快起来呀 你别吓绵绵 哼 给过你们机会不珍惜 既然如此 那就让善良的我 送你们全家昏迷透餐吧 无敌铁头弓最终是 狂龙冲撞 熊孩子好似一条巨龙 冲向绵绵他们 就在这时 总之得出现一巴掌 山飞了熊孩子 你这熊孩子 居然撞伤了小翼和小峰 现在居然还想伤害绵绵 很好 你成功激起了我沈家的怒火 哼 怎么可能 你居然能接下我的铁头弓 你到底是谁 家主 需要我们出手教训他们 本来我是不想暴露实力的 但是这个熊孩子 今天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 我要亲自动手 你们退下吧 先送一会儿他们去医院 我去 家主亲自动手 以家主一拳 就能把我干倒的实力 这熊孩子今天怕是得尸骨无存 哼 刚才一定是巧合 别以为你长得高 我就怕你 吃我无敌铁头弓 哼 知道错了吗 本大爷才没错 你最好快放开本大呀 我老爸可是顶级杀手 他的金刚腿一招 就能把你的脑袋踢爆 哼 呜呜呜 老爸你快来 这里有人欺负我 狗东西 谁允许你动我家宝贝儿子的 你家熊孩子撞坏了我家的车 要把我家的小义和小峰撞进了医院 你这个当爸爸的不管管他的吗 管管 你这家伙脑子是不是秀斗了 我儿子小小年纪就有王霸之气 我高兴还来不及 有什么好管的 是吗 你不打算赔偿吗 我赔偿你大爷 给我上 弄死这小子 就凭他还不配我出手 呵呵 就这点本事 你这家伙看着一身绿 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没想到还有点本事 倒是也勉强够资格做我对手了 呵呵 就凭你也配做我的对手 老爸 你快醒醒 你这么强 怎么可能会被打倒了 呵 真弱 要不是你家熊孩子太过分 我连跟你动手的兴趣都没有 沈志泽挥了挥手 隐秘未出现 绑了 用嘴巴子删刑他 你 你到底是谁 以我顶级杀手的实力 居然连你一招都接不住 沈志泽 一个无名之辈而已 嗯 沈志泽 为什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居然是曾经那位被称为嗜血战神的沈志泽 对 对不起 沈总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求求你放了我们 我的好大儿还只是个孩子 他以后一定会改的 老爸 你可是顶级杀手 怎么可以向别人下跪 熊爸一头撞在熊孩子脑袋上 熊孩子没事 他自己倒流了满头的血 你这臭小子给我闭嘴 眼前这位曾经可是一个人 以摧鼓拉秀之事干翻上万人的战神 你老爸我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干不过 你居然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 什么 这个家伙居然这么厉害 对不起叔叔 我知道错了 我还是个孩子 求求你放过我 呵呵 打伤了我沈家的人 还想让我放过你们 做梦吧 你们一个铁头弓 一个金刚腿 我倒是蛮好奇 你们到底哪个银 这样吧 你们各自用自己的绝学对轰 哪个银我就放过哪个 老爸 为了你的好大儿能活下来 你就去死吧 没想到你的小崽子心这么狠 居然连你老爸都想杀 那你老爸我只好再生一个了 好小子 小小年纪天赋如此恐怖 可惜了我的好大儿 还有我的 呵呵呵呵呵 我可以玩 好开玩 好开玩 好开玩